回老家的第二天 我又得来做土豪蛋糕了 今天晚上估计有一大桌子人 我公公的生日 他给我婆婆生日就相差几天 苏州回来的时候转台忘记带了 我得自制一个 不知道行不行 我也是现学现慢 先把这个螺丝拧开 然后把这个垫上去 再给它拧得稍微松一点 可以转动就行 盖上一个盆子 着急的时候可以帮上你的大芒 早上起来烤了一个8寸可可蛋糕坯 给它平均切成3块 来把奶油打上 这个奶油快递的时候 这边全部给爆开了 然后我婆婆说留着吧 自己吃 不能浪费吧 奶油也打好了 把它先放冰箱里 再来准备水果夹心 今天的夹心全部是车粒子 又大又新鲜 够好吧 最近拼多多七周年年火节补贴活动 我今天用到的车粒子 都是在上面敲的 都是原产地直发 各大饱满水分充足 口感甜蜜柯克爆脂 香脆可口 我把这些车粒子里和链接打包好了 放评论区置顶了 一杯奶茶的强 就能收获到一盒特级车粒子 马上过年了 让家人们都实现车粒子自由 把它洗一下做车粒子酱 小火熬至浓稠 中途加一点点柠檬汁固色 现在来给你们试验一下 我自制的这个转台 做蛋糕行不行 奶油先打个底 先铺上一层 还是没有转台转的那么丝滑 不过可以用 还好我今天的蛋糕 必须要抹面 但是也很好看 刚才备好的巧克力 所以贴上去 你们应该猜到 我今天做的是什么蛋糕了吧 好看 好看 妹妹你一定要酷吃啦 好把它打包起来 等会我们要去酒店了 生日快乐